如何有效排除过敏源 马六甲静思书轩 邀请健康咨询师黄岐瑶 分享过敏的成因 提醒民众该从哪些地方着手注意 讲座当中 将施叶示范抗敏食料料理 天然蔬果预防过敏 提升免疫力 这时候可以从我们的料理里面 改变吃东西的方式 来把自己的身体 动得更健康 简易的料理方式又充满天然色泽 让身体的免疫功能增加 身心都疗愈 戴新闻林慧珠 谢丽慧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